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了邪恶这个词 说中共现在把贸易战的目标盯在了农民身上 是 他说的是针对美国大豆农产品的收关税 对 所以川普说 通过针对美国农民来要挟美国 中共的做法很邪恶 确实是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 现在美国高层是普遍的认识到了 因为中共不光是在经济上 占美国的便宜 盗取科技的专利 更主要的是在意识形态上 严重的侵蚀美国的自由社会理念 这种影响的后效应 其实是更邪恶的 就是 我前几天看到美国有个政治和观点网站 叫The Daily Beast 登了一个调查报告 说中共操控中国留学生会 让他当大使馆的透机构 比如给留学生出钱办活动 让留学生帮他们完成任务 像什么抗议啊 欢迎中共领导人呢 来你或美国人 没错 这种事大使馆经常干 这是他们的工作任务之一 就是给留学生洗脑 拉拢留学生 当中共的特务或者是线人 而且这种事不是现在出现的 中共已经干了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那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自从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呢 中国的留学生开始陆续的出国留学 那时候呢 中共就开始着手做这件事 当然了 有一个原因 因为中共知道 这些学生到了自由社会以后呢 很容易就对比出中共制度的邪恶 所以很可能呢 会抛弃中共留在自由社会 所以当时中共高层最担心的就是 到海外的留学生能不能按时回国 哦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对啊 人都出国了 回不回去 你还真拿它没办法 所以啊 中共才要继续洗脑嘛 中共当时呢 下的力气非常大 甚至派出了红的发子的洗脑大师 所谓宣传教育演讲家取校 到美国给留学生做演讲来洗脑 哦 对对对 取校当时真的很红啊 是 哎 对了 怀恩 取校怎么后来没有消息了呢 是不是他也留在美国了 哪啊 他倒是打算在美国能一直留下了演讲 只可惜 他这次巡回演讲 刚刚开始就遭到了巨大打击 精神崩溃了 这也就是他后来没有消息的原因 啊 这么夸张了 嗯 那你说说这怎么回事啊 行啊 不过说起来呢 取校还真是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 他的故事确实是让人感慨万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红色演讲家的悲情人生 取校的故事 那时候呢 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 当时中国不是出了三大红色演讲家吗 对啊 取校就是其中之一 取校演讲过2500多场 哇 这么多 对 在演讲生涯最火的时候 他奉党的委派到美国给中国留学生做巡回演讲 目的是激发留学生的所谓爱党爱国热情 早早的投回党妈的怀抱 可是取校怎么崩溃了呢 这个说来话长了 那回呢 取校和中共国务院的一位叫刘中海的人一起前往美国 嗯 到了美国以后他们通过中共大使馆的教育处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的安排到一个叫闫润涛的留美博士家里边去吃晚饭 所以呢闫涛是有机会亲历了取校崩溃的整个过程 怎么去一个留学生家吃饭呢 这是因为取校呢吃不惯西餐 使馆呢要求找一个包饺子好的性格开朗而且好客的留学生 这样呢可以到他家里边吃饭边聊天 正好呢闫润涛涛符合这些条件所以就安排在他家里了 哦 根据闫涛的回忆呢 这两位国内来的客人一进门刘中海就介绍 我叫刘中海 在国务院工作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取校教授 是心理学教授 也是法学院教授 著名的演说家 中央宣传部的调研员 闫涛涛呢边听边包饺子 他也搞不明白这些都是什么头衔 吃完饺子以后呢取校趁刘中海去洗手间 悄悄的跟闫涛涛说 闫同学 我这次来其实压力很大 我回去必须给我的听众一个交代 但是我这次到处演讲 对美国也就是走马观花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他叫闫涛涛帮什么忙啊 你听着啊 取校说 你把你看到的听到的美国哪些方面不如中国的例子告诉我一些 我来的时候有个想法 就是说美国的物质生活比较发达 但是精神生活不如中国 可是我没有例子啊 你给我讲点这方面的例子 你看行不行 什么 他想知道这些事啊 是啊 当时呢闫涛涛就说 绝对没问题 你要听多少美国不如中国的例子 取校就说 越多越好啊 要是很多 那可就救了我的命了 闫涛涛说 明天是周日 闲着也是闲着 咱俩就来个通宵 我保证给你讲一宿 没有重样的 闲聊了一会儿呢 三个人就一起开车 送取校去演讲 在那之前呢 联谊会的会长已经提前通知了几百位留学生来听演讲 不过到了现场以后才发现只来了二三十人 其中还包括两位所谓的爱国华侨教授 什么爱国华侨啊 这两位呢是台湾人来美国做教授的 说起来这两位比较有意思 他们在台湾的时候呢 因为不喜欢国民党 所以也不参加台湾的任何联谊会 这俩人呢是专门参加大陆学生学者的联谊会 其中历史学教授汪荣祖还成了联谊会的顾问 原来是对中共有好感啊 是 虽然人来的不多呢 但是取校也开始按照计划演讲了 他站在讲台上开始娓娓道来 他说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 虽然那时候只能是去苏联 可是我却被打成了右派还进了监狱 取校用这种方式来开始他的演讲 目的就是想拉近和留学生的距离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是蛮亲切的 是 在场的人立刻就聚精会神的听他的遭遇 取校呢也是滔滔不绝 一口气讲了他一生两次妻离子散的悲惨经历 第一次因为他不愿意揭发批判他老师的所谓右派言行 所以自己被打成了右派 第二次呢是文化大哥宁 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二十二年 哇这么久 是 言润涛后来承认取校绝对有演讲天赋 用他在回忆文章里边的话说 那声音时而易时而阳时而顿时而错 时而高亢时而柔和时而激昂时而婉约 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天地寒悲 什么有感染力啊 是在场的人呢也都觉得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非常的不可思议 都在议论怎么会这样 言润涛写道 当我们听到故事的最后 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平反 一切冤假错案得到昭雪 我们以为他的演讲也就结束了 突然间听到取校教授说了一个 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讲还没完 他后面的演讲应该不算是演讲了 而是对青年人的教育了 他说 党就是妈妈 妈妈打错了孩子 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听到他这句话 大家也就明白了取校教授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 我看了一眼刘中海先生 他此时的眼睛仔仔细细的观察留学生们的表情 原来是这样啊 就是 正在安静的时候呢 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要发言 只见他满脸通红 跟以前判若两人 看起来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是吗 是 汪荣祖情绪激动的说 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 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 而真心的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 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 可是今天 曲校教授的演讲 当真是血泪的控诉 剧剧血 生生泪 一个年轻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 而这些 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 可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 也没有这么真切 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一桩桩一件件 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 不是所谓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弥补的 也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 是啊 王容祖停顿了一下 这个时候 刘中海趁机站起来 想阻止汪教授的发言 可是 王教授根本不理会 做了个往下压的手势 请刘中海坐下 稍稍停顿了以后 王教授继续说 什么党是亲娘 如此长期的打自己的孩子 那还是亲娘吗 比后娘都残忍 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他 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 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王教授太不了解大陆了 看来取消的先生说法 惊醒了这位梦中人啊 是 他是惊醒了 可是这把刘中海给吓坏了 脸色苍白的刘中海 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坐立不安 而此时此刻 取消全身不停的颤抖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弄得头昏眼花 严润涛说 取消不知道是该坐下来 还是继续站着 等待问问题的讲完以后 给出回答 真可怜啊 连会的会长看到情况失控了 所以他就在汪教授停顿的一瞬间 马上站起来打圆场说 两位刚刚下飞机 匆匆忙忙从国内到美国 十分疲劳 明天他们还要赶路呢 会议到此结束 就这样 取消的这个首场演讲 草草的结束了 这个王教授 一下子就把取消给敲晕了 是 演讲会结束以后 回到宾馆 刘中海一度怀疑王荣祖是特务 不过言润涛实话实说的告诉他 汪教授绝对是可靠的历史学家 不是什么特务 他对大陆的不了解 产生的误会 被突如其来的真实报告给打醒了 瞧这两人 一个被敲晕 一个被惊醒 是啊 刘中海听完以后呢 也是点了点头 我说 嗯 我认为取消先生的巡回演讲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这个后果是没有预料到的 可也是在情理之中 我刚才在车里想 即使在国内 也未必没有人跟王荣祖的观点一致 只是没有人说出来而已 所以取消教授的演讲 如同一把双刃剑纳 到底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实在难以预料 取消是什么态度呢 整个过程中呢 取消是一句话没说 颜润涛说 他的脸色苍白的像白纸 似乎眼球都不转了 他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 痛苦的挣扎着 取消明白 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 红色演说家取消的后续故事 是怎样发展的呢 他为什么经历了两次气力子散呢 他又是如何成为中共的红色演说家的呢 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人物百家取消的故事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人物百家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欢迎您下次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